关将近,台湾行政院核定今年军公教人员将按照往年的惯例 只要考基在标准以上都能够获得一个半月的年终奖金 只是奖金挑在明年大选前四天发放 民进党就质疑麻政府用公堂为自己拉票 捧着铁饭碗的台湾军公教人员今年将有一个半月的年终奖金 民众听了好声羡慕 不公平啊,薪水那么高 人家老公都没有,差太多了 他们说不定他们有他们辛苦的那个 不能说,不能说博得他们的那个啊 按照往年军公教人员平均都可以领到1.5个月的年终奖金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也有新台币71万元 行政院长吴敦义也有约48万的年终奖金 金额虽然和过去差不多 但发放时间刚好在明年1月10号选前四天 看在民进党立委眼里难免质疑 马政府是不是刻意讨好这80多万的军公教人员 当然都是军公教人员操作啦 我在这里要再讲就是说 一个执政者不用他的政绩来表现 军公教人员靠近公教的票的话 这也不足以当选 铁票也会生锈的 今天如果民进党执政他也会这样发啦 因为就早一点发啊 其实是早一点好 那么今年过年比较早嘛 那正常大概都是农历前两个礼拜啦 所以你21号减两个礼拜 七号差三天四天 我觉得还好啦 国民党立委大声喊冤认为 年前为军公教发年终稀松平常 只是明年台湾的景气状况不甚乐观 一般民众的荷包跟军公教人员比一比 还是 还是 字幕志愿者